过去两天,股市信息混乱,3月8日,恒指大跌558点,但是恒指成份股中,股价上升者多过下跌者,3月9日,恒指轻微高开,之后急速下跌,然后又急速反弹,再下跌,再反弹,玩死许多根市狠紧,不断追星追孤者,更奇妙的是,市场竟然一度从四方八面传来国家队入市买A股的消息。 这种消息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,最终,市场只兴奋了一段很短的时间,收市时,内地数大指数全跌,内地创业板指数跌得更重,短短三个星期,A股创业板指数下跌25%。 这一切,是全球性科技股大调整的表现,目前最佳的行动是内心地等待调整结束,现水平不论是沽空或是薄反弹,风险都很大,不过,市场也不存是坏消息。 3月8日恒指大跌的同时,恒指成份股升得多,跌得少,大量旧经济股都在回升中,投资者在等待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同时宣布开放边境。 做内地旅客生意的大商场,股九仓置业1997股价有力的回升,九仓集团004宣布增加派息,从去年至今年农历新年后的,首两个交易日之前,新经济股热炒,收息股被抛售,投资者把抛售收息股的钱,来追买股价会飞升的新经济股。 现在,新经济股面对严峻的大调整,相信有相当部分资金会转回保守的收息股。 暂时收息股要在观望走势,稳定的收息股如港铁066股价已创一年新高。 当然,收息股不等于高息股,有些高息股之所以高息只是表面上的历史数据。 那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股价大跌所致,市场计算股息率时,仍然沿用去年旧的派息纪录。 因此,买收息股也得耐心的等待企业公布业绩,确认新的派息金额不下跌才可作准。 有说明文字幕后,我们要诅为了有更新资源。 一开始试试。 三开始试试。 我已经试试了不是说明文字幕后,品试试。 这准备中文字幕后,更新试试。 那么试试。 再试试。